- 下一場議程將由邱駿為我們帶來關於Optimistic Roll-up 你需要知道的事 歡迎大家可以開啟headmd做共筆 也可以在聊天室裡參與討論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邱駿的分享 分享的主題是有關於Layer 2的 有關於Optimistic Roll-up 我們也知道最近有越來越多的DAB 慢慢的把他們的智能合約部署到Layer 2 那關於Layer 2大家可能會有一些疑問 就是說現在坊間這麼多團隊在開發各種不同的Optimistic Roll-up 或簡稱OR 那到底他們之間的特性是什麼 怎麼會做取捨呢 那在分析跟比較眾多方案之後 那我發現其中一個特別有趣 也特別值得深入討論的 就是其中一個方案叫做Arbitron 所以今天除了簡單簡略介紹 Optimistic Roll-up的各種觀念 以及運作方式之外 我會特別提出Arbitron 之所以跟其他方案獨特不同的原因 以及他們所帶來的好處以及解決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 首先呢在螢幕前的你可以拿起手機 掃一下這個QR Code 就可以直接進入這份簡報的連結 好那這是今天我想要分享主題的大綱 目前是一個區塊鏈研究員開發者 自己愛好者 那我所喜歡研究的主題呢 則包三包懷抱了萬象 所有跟區塊鏈Layer 2 以及DeFi相關的主題我都非常喜歡研究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正題 那區塊鏈可過產性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比特派剛發明的時候 甚至更早 Bitcoin問世不久之後呢 大家都意識到可過產性即將是一個非常非常 大的痛點非常難以解決 好所以從這一路走來呢 我們嘗試了很多各種不同的方法 比方說有些人可能會發明更快更好的共識機制 那或者是一條鏈不夠用 那我們就用多條鏈 然後呢讓這些鏈之間的資產可以互相 可以互相跨鏈溝通 這樣子呢就可以讓多條鏈同時併發 均有更高的交易溝通量 那或者呢是有一些人他們就覺得 可能可以將這些鏈當中的狀態做一個分片 就像資料庫的分片一樣這種思維 那還有另外一派的人他們認為就是 其實導致區塊鏈效能評級的最大原因呢 其實是在於就是它的驗證機制 因為當今區塊鏈耗幣是一台房 那如果你是一個節鏈 你小驗證一筆交易是否合法 你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再重新運算一次 對吧 但是重新運算其實是一個相當相當耗費資源的工作 好所以Layer2的基本精神呢就是他認為 計算的工作呢可以不需要在鏈上進行 也就是說呢你可以在鏈下的有一些少部分的節點 做完計算之後呢 再提交一些計算成功的證明 那這樣子的話其他節點在驗證的時候呢就可以相對輕鬆許多 那相對來講呢 你的區塊鏈的可過產性就跟著提升了 Layer2的基本精神呢就是鏈下計算鏈上驗證嘛 那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其中兩個非常非常重要的Layer2方案 一個是State Channel跟Plasma 那你說鏈下計算鏈上驗證他們驗證的東西是什麼呢 基本上State Channel它的鏈上驗證的東西呢 是鏈下活動的簽名的數位簽章 那我們要特別提一下Plasma 因為這個Plasma呢 基本上跟我今天後來即將會分享到的OR 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他們的基本思路非常類似 但是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那至於哪裡不一樣呢 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那麼這個Plasma呢它驗證的東西呢 是詐欺證明所謂的Fraud Proof 它是一個算是失敗的嘗試 雖然它是失敗的嘗試 但是它留給我們後面很多包含Roll Up的一些資產是豐富的 如果沒有Plasma的嘗試 我們甚至可以說 可能也不會有Optimistic Roll Up的出現 那我們就要來想一個問題 就是Plasma作為原來的Layer2王者 它為什麼會失敗 我們希望可以從失敗中繼續教訓 那當年它其實 號稱是可以迎頭趕上Visa的每秒交易書 並且有超級豐富奪的生態 在交叉獲得以太坊接近會的權力支持 但是這些一直到2018年底 2019年初 就它的頹勢就慢慢地顯現了 因為它有一些技術設計上的缺陷 那為什麼Plasma會失敗呢 是因為它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 叫做資料不可得性 Data Unability 為什麼呢? 我們前面說到這個Layer2 最重要的精神是 鏈下計算 鏈上驗證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驗證 你所需要的Data 卻有可能會無法取得呢? 好我們來試想一個情境 鏈上的詐欺證明 你需要鏈下的交易Data 那這個東西的原因是 希望任何人 有了這樣的交易Data 都可以發起Flat Proof 也就成為 抑止了 這個 鏈下Plasma節點的作惡行為 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你拿不到交易Data的話呢 根據Plasma原本的設計呢 是它允許使用者可以直接繞過 Plasma節點 直接在Layer1的鏈上發起一個行為 就是Math Exit 大量出討 但是吊詭的是呢 這個大量出討呢 它需要的成本實在太巨大了 因為它會要求每一個User都把 上一個狀態的 上一個Block所有的狀態都要上鏈 這資料量是很龐大 更糟糕的是 如果今天在Plasma上面 有N個用戶呢 他們都同時發起Math Exit 那這個資料量 必須要再乘上一個Factor N 這麼龐大的資料量會瞬間 癱瘓以太坊 因為 每一個 以太坊區塊的Gas Limit 這1200萬嗎 那 這麼大量的資料量肯定一下就把 每一個Block的 扣打全部吃掉了 那以太坊基本上就是癱瘓了 所以很顯然的是這樣一個Math Exit的思路 實際上這操作起來並不是這麼可行 那於是漸漸的後來我們就越來越 不傾向使用Plasma這個解決方案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Rollup 剛剛我們前面也講到嘛 就其實 從Plasma到Rollup 或者是我們說Optimistic Rollup 他們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脈想成的 重要的是Rollup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所有 Layer 2的痛點 就是如何解決資料不可得性 好 那 這裡基本上有兩點思路 就是 好那如果說我會把資料不可得性 也 做成詐欺證明的其中一種呢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那 基本上是不行 為什麼呢 是因為啊這個資料不可得性 它有可能會被攻擊者操弄 好 那 詳細原因 就是 呃 你會無法分辨 一個誠實的 verifier 它會無法分辨 究竟是 這個 攻擊者 故意 不放Data 不給資料 還是 是 攻擊者自己發出一個假的 詐欺證明呢 好 基本上任何一個誠實的 節點它無法分辨這兩件事情 所以它很容易被操弄 好 那 那 至少我們去看第二個思路嘛 那 台灣既然我沒有辦法把就是 這個 資料不可得性 也變成詐欺證明的一部分 那我乾脆就直接 老老實實的把資料全部上任就行了吧 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這樣做的 train off就是 呃 這個 這個 因為每個區塊的容量還是有限 所以你每一個區塊能夠容納的最大 交易數 仍然是有限的 那儘管是有限 但是 呃 你們可以看到根據 右圖的初估 如果今天我們全部都是單純的 呃 etetransfer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得到 相當於是一百倍 的增長 這樣的一個 呃 數據來數字來講的話呢 其實對短中期來說是 已經算相當不錯了 好 所以後來呢 當然就越來越能接受 就是將rollout 資料上面這個思路 資料壓縮上面這個思路呢 呃 做為主要的解決方法 講到這裡呢 我們 又可以重新來總結一下 rollout的基本精神 那rollout 作為一個layer2的解決方案呢 他當然 承襲了layer2的基本精神 就是說 列下計算 列上驗證這件事情 但是 更重要的事情呢 是rollout 要擦從根本解決了資料不可得性的問題 他將資料全部壓縮上鏈 所以他還包含了列上儲存 這樣子的一個面向 好 那 依循這樣的基本精神呢 我們基本上 可以將 驗證的方法 分為兩種 好 這就是 目前兩種主流的rollout 那分別是optimistic rollout 就是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 或者是零知識證明 zero knowledge的rollout 好 那麼分別對應的是 詐欺證明 以及有效證明 這兩個基本思路 那什麼是詐欺證明跟有效證明 我覺得一個相對簡單容易理解的比喻方式是 詐欺證明就好比一個不設閘門的火車站 他們有檢票口 那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上下車 對吧 那因為我們都假設就是所有人都買票 所以當然就不會去 特別去檢查你是否有買票 也就是假設所有人都是好的 都是不會作惡的 那如果說今天 你 就是上車然後呢 有檢票員向你查票的時候呢 就相當於就是他向你發起一個詐欺 詐欺的證明嘛 那這個時候你只需要出示你買票的票根 就可以去評解這樣的紛爭了 所以這樣運作流程就有一點點類似 概念上是類似於樂觀 optimistic roll-up 那 validity proof 有效性證明 就好比是你在火車站上車前 進站前的你都必須要出示票證 才可以通過查門 這樣的概念 因為你必須要先證明 你是一個有效的乘客 你才可以去大正浪火車 這個就是詐欺證明跟有效證明的 概念上基本的不同之處 好 那 其實關於 OR跟ZKR 他們之間屬優屬裂其實 已經有非常非常多厲害的人寫過非常多分析的文章了 好 那 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看一下右圖的比較 今天我之所以會想要特別討論optimistic roll-up 是因為三個特點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技術複雜度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好 因為它遍布青蛇零之式證明嘛 而且它的Layer 2方案呢基本上就是把 可以大幅的延期Layer 1 已有的實作也就是EVM 它比較好實作 而且呢它幾乎能夠 無痛的將所有Layer 1的智能合約呢 都照搬到Layer 2上面去 好 所以它的技術難度跟成本 是比較相對的想是低的 那 但它的trade-off呢就是它必須要 等待比較長的確認時期 但是 長遠來看我會 我會非常統一就是我們最終都要過渡到 0知識證明的roll-up 但是以短中期來看呢 optimistic roll-up 是一個能夠 極差極用的一種 比較快速能夠 導入的方案 所以它仍然會有投入研究的價值 那麽 Optimistic roll-up 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呢 我們就直接來實際 模擬一次它的運作流程 好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想要向 區塊鏈以太坊發送節電的一個User 在沒有roll-up 的時候呢 你做的事情可能會是 你直接向其中一個 Fullnode 或是一個Infura接電 直接發送交易 用它的RPC 把你的call data送上去 那於是呢 你的交易直接在 直接在這些階段之中 P2P的傳輸同步 然後打包上面 然後被確認 那如果你是 在一個有roll-up 的事件呢 你會做的事情呢 是你會向roll-up 的validator發送交易 而不是向鏈上發送交易 好 那你的交易呢 會由這個validator 在它的 local state 來執行 那麼在一段時間呢 這個validator 它都會 批次處理所有發送給 給 Layer 2的所有的交易 它會批次處理 並且計算新的state root 那麼呢 這個validator 它每隔一段時間 譬如說是一個block time 它就會 將所有它處理過交易的code data 以及 新的state root 一起 送到 鏈上 好 那如果以右頭來看的話呢 就是 它會送上鏈的資訊呢 就包含了兩種 一種 就是 右邊這個方塊 裡面的所有的這些交易 就是所謂的code data 以及 左邊 這個state root 因為 你去 執行交易之後呢 那你的state tree就會改變 狀態一改變之後呢 最後它這些 這個state tree numerical hash 也會跟著改變 所以這個validator 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它會每隔一個block time 就把這些資訊 放到面上 當然其中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這裡面的code data 你必須要code data呢 你才可以讓其他validator呢 可以 有完整的資訊 可以做出詐欺證明 那既然說到詐欺證明呢 那我們就來說一下 它運作的幾支 跟原理好了 那 它運作是這樣子的 那因為它是一個樂觀的 思想 所以 它會在一個有限的time window裡面 通常 目前我們大概都去抓 一週 七天左右的時間 成為挑戰期 任何validator呢 它都可以在這個挑戰期上 在這個time window裡面的 提交詐欺證明 而這個詐欺證明 其實它的本質 也就是所謂的 Mircle proof 好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今天 想要去證明一個 state root 是錯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做的事情呢 就是 去提交 你的版本的 狀態 也就是 右圖當中 綠色的部分 所以你會包含就是這些 夜階景的狀態 你會包含這些夜階景的狀態 以及呢 當然你會包含就是 鍊上原本就有的 Code data 還有這些 Mircle path 這些東西就是你的 詐欺證明 你把這些詐欺證明 提交到鍊上之後呢 由 鍊上的合約來做仲裁的工作 如果 如果確實你提出的這個 Flat proof 所計算出的 root 跟鏈上的 不一樣的 那代表說 你挑戰是成功的 那這個時候呢 原本 提交原本 抽屋版本的 這個 提交者 就會被 扣除發清 好 所以如果你想提出 一個詐欺證明呢 它應該會包含這三個東西 那基本的Code data Mircle path 以及你想挑戰的這個 State root 這些就是你的詐欺證明 說了這麼多呢 接下來我們就真的來看看 Arbitron 這個非常非常 有趣一些特別的 Layer 2解決方案 那特別的是呢 其實它的 歷程 它的資歷 基本上已經快跟以太坊一樣自身了 因為它早在2015年呢 就被 三個大學生 作為一個課堂的專題 被提出來了 而且在當時提出來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已經有了 它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 多倫交互證明 這樣的一個特性 就出現了 那麼到了2018年呢 後來又加入了幾個博士生 Princeton博士生 那他們就 在原本基礎上面呢 重新設計了一套 新的VM Virtual Machine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AVM 那這個AVM呢 它 基本上沿用了大部分 跟EVM一樣的OP code 但是呢 卻 在上面多加了很多工作 及優化 那這個就是2018年的時候提出的 那麼 後來又過了三年的時間呢 它就成為了現在 其中一個非常熱門的Optimistic Webinar方案之一 也就是因為有了前面這些堅實的基礎工作呢 才會讓它在2021年的時候 大放光彩 那我們來說一說 Arbitron跟其他OR最主要的區別好了 最重要的是呢 它使用了多倫門交互證明 因為有比於其他的OR 基本上都是單輪的 單輪交互證明 也就是說呢 當產生 當你要提交詐欺證明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是有一個Verifier 它直接像鏈上 一次就把所有的Frog Proof 都放到鏈上去 然後一次做出驗證 但是Arbitron的方法跟這個都不一樣 它是採取所謂的多倫證明 也就是說它會先讓這個Challenger跟Userter他們之間 先縮小那個產生分歧正義的點 將證明的 以及計算的工作量降到最低之後呢 再單單只提交這個單一的步驟 然後再把它放到鏈上去證明 大大的降低了驗證及驗證的成本 為了支援這樣的多倫交互證明呢 IBM當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它重新設計 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虛擬機的設計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Arbitron的多倫交互證明是怎麼運作的 那首先我們看到右邊這張圖 那每一個綠色的點呢 都對應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就是rollout的每一個stay route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狀態是從左邊開始一直到右邊 這樣一路引進過去的 好那其中的每個綠色的方塊之間 都有一個叫做DA類的東西 這個DA代表的是Disputable Assertion 就是它是一個紀錄了從狀態A到狀態B中間的所有的一些資訊 好比說它是執行哪一些code data等等之類的 那每一個提出新的綠色方塊 新的Stay route的人的verifier呢 都必須要一些支揚一筆押金在裡面 好 那那個運命章圖來說呢 你可以發現就是Alice跟Bob他們兩個分別 直壓在不同的branch上面 所以很顯然的是他們兩個之間一定會產生一定會有一個奇異 所以只要順著兩個分別的狀態呢 往上游找 就可以找到那個產生奇異的DA 爭議點 也就是我們圖中所圈起的紅色方塊這個地方 好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理論上如果每個verifier都是誠實的話呢 應該是不會發生爭議的 對吧 好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找到 一旦我們發現了像這樣子一個 DA 有分歧的DA的存在呢 那麼任何的verifier呢 都可以針對這個DA呢 展開挑戰 就是開始所謂交互證明的流程 那麼當Arbitron的多倫交互證明 一旦被發起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就會有兩種角色出現 一種角色是斷言者 Asserter 另外一個角色呢 是挑戰者 Challenger 那斷言者呢 指的就是當初提出被挑戰的DA 的這一方 就是斷言者 那挑戰者呢就是 想要 挑戰這個DA的 真實性 可信性 可信度的一方 就是挑戰者 好 那斷言者負責提出證明 挑戰者負責回應證明 那這個多倫交互證明的運作流程是這樣子 那 斷言者首先提出說 當N個步驟實行之後呢 他的狀態 State 應該會從狀態A變成狀態B 那 挑戰者收到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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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他 必須要指出說 究竟是0到 2分之N有誤呢 還是2分之N到N的步驟有誤呢 所以他就可以一次可以把這個範圍縮小一半 那 以右圖這個例子來看呢 挑戰者回應的是 好 你的前後半步有誤 對吧 好 那 那 接下來呢 在下一輪當中呢 這個 斷言者他收到的投戰者回覆 那 知道了他所質疑的是這個 後半步的流程 於是呢 他就會再將2分之N到N的這個 這一半步驟呢 的斷言再 再 再發送給挑戰挑戰者一次 那挑戰者同樣的 同樣的要繼續再指出說 在這 剩下一半的步驟裡面呢 到底是前半步還是後半步有誤 那 一群這樣的方式反反覆覆呢 我們最終 可以將 一連串 執行步驟的奇異 逐漸 就是 coverage到其中一個單一的步驟 也就是所謂的one step proof 而這樣子的 過程其實是 有效率的 因為你一次可以刪去一半的步驟 那麼 最終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你就可以將 挑戰者以及斷言者 他們之間的奇異 從原本的N個步驟 縮小到單一的一個步驟 那最後呢 再由 就是 Asserter呢 將這個單一的步驟 提交到鏈上 執行最後的仲裁 而這個單一步驟的仲裁呢 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因為你不需要執行大量沒有意義的步驟 你只需要直接針對那個單一 產生奇異的one step去做本仲裁 通過上述對Arbitron多倫交貨證明的了解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這樣多倫交貨證明背後真實的目的 是為了要得到那個one step proof 那個 雙方之間真正產生奇異的那個單一的步驟 所以這樣子的單一步驟 到底可以給Arbitron帶來什麼樣的優勢呢 也因為現在我們執行的是one step proof 也就是說在Layer 1 我們可以完全繞開原本 合約大小以及每一個transaction的限制 就是說呢 Layer 2部署的合約大小 這樣不再有上限 不然原本你可能是為了要在Layer 1 以部署一個一模一樣的合約 因此Layer 1合約的過產性 就大大的大幅縮小了 但是Arbitron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都不可能去執行一個完整的交易 你只會執行其中一個one step而已 所以它可以讓你支援 它可以讓你部署更大更複雜的合約 連帶的呢 就是因為它是one step 所以不論你的在Layer 2的交易是多麼的複雜 多麼的龐大 步驟如何的多 最終會需要在Layer 1驗證的也是單元的步驟 所以Layer 2呢 你的Gas Cost不在我上限 你可以支援步驟更多更複雜的交易 那麼最後最後是 雖然我為這次的演講做足的功課 想要把更多關於Arbitron的細節 以及設計原理 以及它的優越之處呢 告訴大家 但是因為礙於時間的關係喔 我只能最後在這裡就此打住 然後最後呢 這邊是我所參考的所有的全部資料 當然還有更多更多 來不及列在這上面喔 但是這裡面的任何其中一篇呢 都非常非常的有價值 非常建議大家 後續去來這裡 來繼續挖寶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邱俊的分享 那我們下一場議程會在11點30分的時候開始